今年二月 中科院爆發天弓飛彈 矽控整油器 遭廠商以劣質中國貨混沖 導致天弓飛彈無法點火發射 另外包括雲爆甲車也出現中心電弓 使用中國制底盤爭議 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民進黨立委提案要修訂國安法 因為現行國防軍事設備採購旅約 旅旅發生廠商以中國制劣質品貨硬品交貨 有危害我國防軍事武力戰力 如果修法後 最重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與一億元罰金 重罰約束廠商 另外針對兩岸經濟犯罪 如果從事經濟間諜洩密 洩漏給中港澳或境外敵對勢力 最重以十二年有期徒刑 以及一億元罰金 對於攻擊擾胎不斷 退役上降夏淫州卻說 中國有權在自己領土巡邏遭抨擊 暢赫中共統戰 立委也提案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如果退降配合中國統戰言論 鼓勵或支持威脅台灣的行為 將取消終身奉 如果沒有退休奉著最重罰一千萬 另一位提案修法要讓不肖廠商不再心存小幸 為了防範中國滲透更祭出重罰 嚴禁退降領人民納稅前卻唱賀敵對勢力 三天新聞格子剛前一號台北沈澳島 先生隨時歡迎 剛才立盟 你 好 晚安 早